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一件事 關於美國對以色列的態度 信念 信任度等等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原來美國好像不再信任以色列 當然我們還是先聽聽 怎樣不信任法他呢 以後都不會幫助他抵擋伊朗對以色列的攻擊 不再幫以軍 這些事情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就去看看 接著拜登更加用粗口去罵內塔尼亞胡 罵他是狗養的狼 你說罵他是狗養的狼 即是罵自己 因為是拜登他們養以色列的 那狗養的狼 即是美國就是狗 也蠻好的 知道自己是甚麼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在影片開節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訂閱 文藝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鍵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好 美國媒體就說 美國白宮對以色列失去信心信任 美國那邊就說不會再自動地幫助以色列去應對伊朗的攻擊 當然 伊朗供不供他 真是不知道 以色列反不反擊 以色列說反擊 但是又好像未見得到 是不是 美國媒體就引述美國那邊的多方的消息人士的報導 白宮 美國那邊 即是美國政府 對以色列政府已經失去信任和信心 他越來越不信任 以色列在多方的戰線戰爭之中的軍事和外交計劃的說法 根本是敬美國 根本不跟他說真話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甚至 向以色列的高官就說 如果美國不知道以色列計劃做些甚麼的話 美國是不會再次自動地幫助以色列應對伊朗的 導彈攻擊 即是說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上一次伊朗 幾百支導彈扔過去的時候 美國幫手攔截 都攔截不了 如果只是靠以色列自己的話 基本上是攔截不了 不要說攔截不了 OK 是很大件事 美國的媒體引述四個 不願意開名的美國官員就說 以色列計劃報復伊朗的事情 就加劇了美國和以色列 他兩國之間的 信任危機 可能是美國不信任他 這個計劃 他就說 應該以色列要向美國 申報和協調 亦都要以色列作一些回應 但以色列好像是 賤掉他 消息人士說 拜登政府 不是反對以色列回應 伊朗的攻擊 而是敦促他 要衡量 各方的利益 你再打他的核的話 大哥我們都死了 你打他的核的話 他們在歐洲那邊叫 不要打這些 打別的 他們永遠都說yes 但十熟九頭 又好像不是說yes 心裏面 搞到 事情好像是很不信任 美國那邊就說 我們現在對以色列人的信任度 非常之低 如何低呢 有一個充分的理由 可能被他們伏了幾次 我不知道是真伏還是假伏 有兩個消息人士說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在早前跟以色列的戰略事務部長 德爾默的通話中 他就說美國表明 希望以色列就要 報復伊朗的計劃 提供一些清晰和透明的訊息 即是說 現在只有一些 借著美國的訊息 亦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訊息 是我們打的 怎樣打呢 亂說 甚麼時候打呢 甚麼攻擊規模呢 亂說 打哪裏呢 亂說 甚麼都亂說 所以美國 美國也分析他那些是否亂說的 他不是沒有腦 可能這次真是亂說 亦都 沙利文並指 若果美國不知道以色列計劃做甚麼 美國 不會自動又再一次 幫助 以色列 應對伊朗的導彈攻擊 但美國官員亦都承認 不過怎樣也好 美國也可能會幫助以色列去做防衛 不過可能是要他自己求助 他不會自動加入 以色列 求助 他怎樣 怎樣 他不是一樣 要 對 幫忙 難道 真的甚麼都不幫嗎 不會的 即是他們的狗 狗 即是被貓欺負 你都會幫忙那隻貓 在通話裏 以色列那邊的德爾麥強調 以色列希望跟美國協調 但是 但是消息人士就說 拜登政府質疑這件事的可信程度 是有多少 基本上是 不信他 而在日前 在日前 有一個記者叫做伍德 玉德 他的本新書叫做戰爭 在這本新書裏 他披露了很多現任的總統拜登 一些內幕資料 亦都表示 爆發以下的衝突以來 拜登 跟以色列的總理 內塔利亞胡的關係 惡反得很快 甚至 是私底下用粗口 吐他媽媽 罵內塔利亞胡 拜登亦都對俄羅斯的局勢深感一個憂慮 他很擔心 俄羅斯的莫斯科 在烏克蘭那裏 泥足深陷 最終他亦都怕 核武威脅 不是一個玩笑 為甚麼呢 說真的 說真的 你們現在已經是英國聯軍 北約聯武 接著就是幫烏克蘭去打俄羅斯 等同於 多國和俄羅斯開戰 俄羅斯最終打到沒有東西好打的時候 他唯有出核武 或者俄羅斯最終是被你們多國欺 欺到真的覺得自己不能打 打不贏的時候他一定不會用核武 這個是 緊局 定局 所以威脅用核武這件事 一定不是開玩笑 只不過是甚麼情況 甚麼時候去用 中國翻美聯社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在這本書裏 這個記者 伍德玉德 就說到拜登 和內塔利亞湖的關係的時候 他就披露了 就說 拜登曾經在某些 關係密切的身邊人 前面 就就罵內塔利亞湖 是仆街 是一個 黃白蛋 是一個該死的壞家夥 當然啦 這個仆街是一個比較我們口語化的東西 但是他的英文 是這些 是這些 為了報復哈馬斯的突擊 而突然之間 出軍行動 導致加沙地帶 一千上萬的平民喪生 說他是一個 壞人 這樣 接著在5月份 以色列進攻 南加沙城市部份 拉法之後 拜登就向他的顧問 露斥內塔利亞湖 是違背了 對美國政府的承諾 說不但他本人 這個內塔利亞湖 是騙子 身邊 十居其八九 都是以色列的官員 全部都是一憂之樂 甚至乎 罵內塔利亞湖 他們是 狗糧養的 這樣 OK 狗糧養的 但是 即是說他是狗那 狗糧養的狼 這樣的東西 但是 這樣 問題是 你罵別人是狗糧養的 即是狗糧養的 但是你自己 是狗糧來的 即是你養大的 對不對 那 那怎麼辦呢 罵得那麼壯 又不小心罵自己 但是我覺得有多好的 因為美國出名狗的 OK 接著又說到 去到7月份 以色列就追擊真主黨和 殺這個 叫做哈馬斯領袖的時候 之後 拜登就再質問 他的白宮幕僚團隊 就說 內塔尼亞湖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導致全世界 都認為以色列是一些 衰到絕頂的國家 轉了 本身 內塔尼亞湖 一直以色列都是衰到絕頂的 至於 俄烏 局勢方面 在這個伍德玉德的新書裏 就說 美國政府情報機關 在2022年9月份 得息 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的確確曾經 考慮過 用核武 但是就被人 禁住了 甚至乎他們認為俄軍 一旦被烏軍包圍 莫斯科 一定部署 核武 部署核武的機會率由5%上升到50% 當然他被人包圍 但是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拜登也在他的私人籌款活動上說過 普京威脅用核武 或者用生化武器的說法 並不是開玩笑 之後 拜登就打了給我們的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要求我們中國公開反對 交戰國用核武 各方面的東西 然後這個 伍德雍 然後我們的習近平主席 真的加入了 不要用這麽激烈的東西 不要用呀 加上俄軍 真的沒有被人圍 沒有被災難式崩潰 激到崩潰 然後分析 降低了俄羅斯 發動 用核武器攻擊的一些威脅 當然是啦 說真的 這些不是去到最後一步是不會用的 那些核武等等 這些一定是去到 攬炒級別才會用的 你要去到普京差不多打敗仗的時間 你才會見到他真的拿核的按鈕出來 喂 打開他 是這樣的 不打開他而已 不必按的 拿核的按鈕出來你也會嚇到 這個在我前面 我隨時打了一個黑痴又不小心 又死了 你們死呀 普京是真的做得出的 但要去到這一步的話 我相信 情況都應該是非常之壞 壞到頭了 新書裏面也說拜登其實是對特朗普深存一個的解體 正常的 一想都想到 在2020年大選之後 甚至乎拜登很少提特朗普的名字 在公開場合就說 我的前任 即是用這件事去稱呼特朗普 私底下會說什麼 那個該死的仆街 大佬呀 你可不可以用其他詞彙呀 OK 即是也是這樣 罵內塔利亞會也是這樣 罵特朗普也是這樣 當然啦 他們兩個是喪的 但是你是傻的 其實你們那三個都 一對的話 你不要罵別人 是混蛋啦 因為你也是嘛 你說兩個是PK 但是你可不可以 想清楚其實你也是傻的 你也是懵的 是不是 有些事就罵別人之前 麻煩看看自己照照鏡 不可以用得 不可以用得 亦都是 再次批評到 司法部的加蘭 司法部那邊 即是以色列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不是呀 加蘭可能是美國 是美國 OK 美國司法部的加蘭 同意委任一個特別檢察官 就調查拜登的兒子 亨特拜登之後 拜登就曾經憤怒地表示 他不應該選擇加蘭出任 司法部的部長 這些東西有多真呢 應該都是很真 因為都挺真誠情的 對於新書的內容 和媒體的報導 白宮的發言人 拒絕評論 拒絕評論 但他沒有否認 他沒有否認的話 即是說這件事 都應該是 挺真實的 OK 當然啦 這件事 到底會有 最後會有甚麼發展呢 我們都會一起去跟進一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